这个外表可爱的小女孩 独自一人趁着小黄伞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可就在不远处的鸡脚嘎啦里 有个大叔正在用你表情抱的第三个表情盯着他 这是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女孩名叫素元 这天素元打着雨伞独自上学 可就在他快到学校时 眼前出现了一个下茂为所酒气冲天的大叔 大叔想要和素元一起称赏 素元看着近在咫尺的学校 他和大叔说 自己就要迟到了 说完他转身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 因为害怕大叔淋雨生病 善良的素元还是答应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大叔竟是个恶魔 随后那把黄蛇雨伞出现在了废旧仓库外 素元的东西也散落在仓库满地 他也已经被大叔长冷的侵犯 奄奄一息的素元伸手拨打了医院的电话 另一边女孩的父母也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等他们赶到医院 素元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和东子说女孩未在旦夕 她的下体流血不止 大肠与小肠也不分坏食 只有做人工X才能继续存活 东子也只好接受 好在最后手术非常成功 但女孩身体遭受的严重创伤是不可逆的 东子来到警局 得知已经通过现场指纹得到几位嫌疑人信息 但是没有其他证据无法直接抓人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女孩成熟经过指认凶手 但这无疑是对素元的心理造成二次创伤 于是东子请来了心理医生为素元疏导 接着警察拿出嫌疑人的照片 给素原一页页的翻看 直到停在了梅书这一页 素原闭上了眼 为了确保指认的准确性 心理医生让他再次指认凶手 素原缓缓指向几人之中的梅书 随后警方立即展开抓捕 他们先是引梅书开窗 接着跳窗进入 成功将其逮捕 而知消息的东子赶往警局 但这里早已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东子的朋友肝蛋这时打电话告诉他 媒体已经把医院公开 随后东子立刻起身回到医院 他和小美推着素原转移病房 可在途中还是被媒体发现 东子抱着素原跑上了楼 小美则用其瘦弱的身躯主打媒体 但这也让素原的排变态破裂 他把想把素原更换裤子 可素原拼命挣扎 嘴里还喊着不要 这时东子才意识到 女儿是回想到了那段惨痛的遭遇 他默默离开病房 之后东子也不敢再靠近素原 只能远远地坐在沙发上 素原则是用床单盖在头上 于是东子想了个办法 他咬破气球 然后套在头上 再来偷偷看着女儿 可一转头却把护士都下成了 你表情包的第一个表情 第二天素原的病房 来了三个笨笨跳跳的玩偶 是他最喜欢的格格梦 其他病房的小朋友也都被吸引了过来 后来才知道 玩偶府里正是素原的妈妈 尽管已经怀孕五个月 但为了让女儿尽快好起来 哪怕是汗流浃背 哪怕是已经气喘吁吁 他也希望让素原忘记那段惨痛的遭遇 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开开心心的成长 但是创作不易 看到这还请给个强烈推荐 据说长按点赞的 最近都会有好事发生哦 之后的每一天晚上 都会有个可可梦陪着素原 他们靠着一块血脂板沟通 后来素原也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只要他每回答一个问题 心理医生就会在本质上贴上一张蝴蝶贴纸 不久后贴纸就贴满了整个本质 素原也能够开口说话了 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校园 但是害怕自己的排便袋被同学发现 他还担心爸爸妈妈为了他上不了班 还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他不知道的是 同学们的家长也都在自发的组织捐款 还有爸爸的同事也在捐款帮助他们 汤王的小胖也放弃游戏 开始好好学习 每天都会把寄好的课堂笔记贴在素原家的玻璃门上 后来小胖的队伍也开始慢慢壮大 他们都自发的在门上贴上笔记和祝福 不久后素原出院了 爸爸接来干淡的车子送他回家 因为担心女儿看到他会害怕 于是贴心的在座位中间盯上了一块白布 正当他们回到家门口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震惊 杂花布的门上贴满了同学们有爱的纸条 素原回到屋内认真地看着同学们写给他的祝福语 这时小胖来到门前哭了起来 他特别的愧疚 他后悔那天没有等素原一起上学 才害得素原惨遭不测 公子安慰着善良的小胖 第二天阿姨牵着素原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可排便袋的声音太大了 他必须用手紧紧摁着 当到了那天事发地时 他的内心又开始恐惧 可是转头看着小胖一行人也默默跟在他的身后 还有他们后面的可可梦 大家都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 他开心极了 终于鼓起勇气继续向前走去 在学校里 同学们也并没有用怪异的眼光去看他 而每天中午可可梦也都会出现在操场上 奔奔跳跳的逗素原开心 素原的生活也开始慢慢步入正轨 从此小胖每天都会陪着素原上下学 当然还有他们身后的可可梦 这天素原叫住了可可梦 可可梦向他挥手 但这里面究竟是谁呢 素原黄黄走上前说道 网偶中的冬子点了点头 于是素原又问 冬子再次点了点头 他不敢说话 因为他害怕再次刺激到女儿 于是素原主动牵着爸爸的手 他们回到了家 素原帮爸爸脱下了头套 他用手插着爸爸脸上的汗水 我猜你现在一定都感动成了 你表情包里的第五个表情 很快开庭的时间就要到了 但因为梅书提交了三次深渊书 于是法院再次要求素原 当庭指认梅书 但这无疑是将刚刚步入正轨的素原 再次推向火坑 于是冬子单独面见了梅书 但他却装作毫不知情 只说自己当时喝多了 也完全记不起来 还说自己早晚也还有出去的那一天 一次威胁冬子与他和解 冬子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举起一只疯狂敲击的玻璃 直到开庭这天 素原再次指认梅书 但梅书始终否认自己的残忍罪行 他的律师还提供了一份 酒精中毒的鉴定证明 梅书也趁机喊冤 最后法官宣判结果 有期徒刑12年 刚刚起身怒斥 这算什么判决 这时小美也推开门喊道 可法官却无动于衷 起身宣布退庭 顿时间人群激愤 小美彻底崩溃 冬子也再无法忍耐了 他决定亲手处决仇人 他一步步走向梅书 正等他挥起手的同时 董事的素原抱住爸爸的腿 他不想看家庭支离破碎 如影片中所说的 最孤独的人最倾斜 最难过的人笑得最灿烂 就是因为 他们不想接受 别人的自信和共同点 影片的最后 素原的弟弟苏望出生 影片到此结束